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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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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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中共要整某人時 有慣用的手段 把此人與國外敵對勢力聯繫起來 這已經成了中國打人的一根重要棍子 不過大家有沒有仔細想過 中共為什麼對國外敵對勢力 這麼情有獨鍾 其實 這和它自己不光彩的起家史 頗有淵源 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我們今天就來聊這個話題 但是答案最後公布 或許朋友們在節目過程中 就能看出端倪了 我們是否會英雄所見略同呢 先來說中共的起家史 1917年 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 顛覆俄國當時的政權後 建立起一個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 當時 這個新政權在國內陷入內戰 在國外遭到孤立 為了擺脫困境 列寧想了個辦法 建朋友圈 1919年3月 列寧領導建立起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 開始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 如何輸出呢 第一步 由共產國際出面 在各國建立附属於蘇俄的共產黨 然後支持這些國家的共產黨 顛覆本國合法政權 建立附属於蘇俄的政權 很不幸中國成為目標之一 為了吸引中國人對蘇俄產生好感 列寧先後於1919年 1920年發表了兩個對華宣言 說的天花亂墜 宣布放棄沙俄與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放棄沙俄侵占的中國領土 放棄沙俄在中國的租界和領事裁判權 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 放棄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等等 這兩個對華宣言一發表 立即在一些中國人 特別是年輕知識分子中 產生強烈反響 當時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李大釗等人 歡欣鼓舞 認為新生的蘇俄政權實在太好了 蘇俄是人類的希望 是中國的榜樣 中國要走蘇俄的路 列寧發現她甩出的這兩個誘餌 讓不少中國人上鉤後 開始在中國進行更多的實際操作 宣揚馬列主義 1921年4月 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馬林帶著錢來到中國 6月6日 馬林抵達上海 與李漢俊 李達等人籌備召開中共一大 他們向6個外地共產主義組織寄送通知 邀請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 並給每個代表匯取100元路費 代表回去時 每人再送50元路費 1921年7月 在蘇俄的操控下 中共在上海召開一大 宣布該黨正式成立 會議確定 中共的直接目標是 用暴力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 會議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余慧的包惠僧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召開中共一大定計劃 提供經費 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 當然 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 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 1922年6月30日 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 報告了中共黨費的收支情況 其中談到 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 中共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錢款 共計16,655元 字幕僅1000元 1923年6月 中共三大上 陳獨秀向余慧代表報告說 黨的經費 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 陳獨秀對於拿共產國際的錢 經歷了由半退半就 到受之無愧 再到開口要錢三個階段 1924年9月7日 陳獨秀寫信向共產國際代表要錢 他寫道 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 由於經費不足 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 我們希望您 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 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 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 我們希望經過不長時間 能從您那裡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檔案 更詳盡地記錄了這一時期 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資助情況 1924年 中共月均得額款約三千元 1927年 月均暴增到三萬元以上 1928年至1932年 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 1927年以後 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 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 比如 1927年 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 得額款約三萬元 7、8月 為解決湖南農民運動問題 得款近五萬元 9月 準備秋收暴動得款一萬元 12月 準備廣州暴動及善後 得款近十萬元 1928年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蘇共提供了約十萬蘆布的經費 會議按照蘇共旨意 選舉工人出身的向中發 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主席 結果 1931年 向中發 在密會他的小老婆楊秀珍後 被上海法族界的群捕抓捕 移送給松戶警備司令部 向中發很快就招供了 他在供詞中說 共產國際幫助中共 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 相當於當時中國的五六萬元 向中發被抓後 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 轉移到江西的中央俗區 那一年 中國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 隨後 日本關東軍侵佔東北三省 國難當頭之際 中共卻在蘇共支持下 在江西瑞京成立國中之國 中華蘇埃共和國 公開武裝對抗中華民國 還煽動境內少數民族搞民族自決 甚至讓他們建立獨立國家 中共官方出版的 中蘇關係史剛說 蘇共為中華蘇埃共和國的建立 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 事無巨細 幾乎一包到底 大家現在知道了 中共依附著蘇共 都幹了些什麼分裂國家的勾當 到1934年 中華民國先後發動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 中共大敗 被迫撤出江西 開始大逃亡 也就是所謂的長征 逃亡前夕 中共與共產國界的電報聯繫中斷 直到兩年後才回復 1936年6月16日 紅軍抵達陝北後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文天 向中共駐共產國界代表王明 康生拍發的第一份電報 就是要錢要物 說 請你們訓問共產國際 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 並要求提供飛機 重炮 高射擊槍 步槍 子彈等 11月20日 張文天再次致典王明 康生 因為沒有現金 糧食也買不到了 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 送一筆款子來 一舊燃眉之急 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裡等候 12月5日 張文天第三次致典給王明 康生 問 你們答應11月底在戶交款 究竟實行了沒有 第一次交了多少 是否交給了孫夫人 我們派人於本月15日 由西安乘飛機到戶取款 絕不可時落空 八九萬人靠此吃飯 1936年12月2日 共產國際主席紀米托洛夫 向蘇聯財政委員會發電報 要求向中共播出200萬盧布之外 再提供50萬美元 共產國際是1943年5月15日解散的 在那之前一直資助中共 中共究竟從蘇共那拿了多少錢 由於資料不完整 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答案 但是中共喝蘇共的羊奶長大 這是不爭的事實 正因如此 中共從成立之日起 長期不得不聽命於蘇共 中共從領導人的任命 到路線 方針 政策的確定 都由莫斯科遙控 蘇共把中共套腦後 將兩次對華宣言中的承諾 忘得一干二淨 全盤繼承殺俄侵略中國的成果 不僅如此 蘇共比沙皇更進一步 出兵中國的外盟 並在外盟駐軍 直至把外盟從中國分裂出去 海豚並中國的唐努烏涼海地區 侵占黑蝦子島 承認維滿洲國 在抗日戰爭期間 與清華的日本 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等 蘇共在對中共的洗腦中 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人類的解放者 把所謂的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當成必須打倒的敵人 讓中共跟著蘇共反帝 反封建 而蘇共搞的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比歷史上的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有過之而無不給 但是被洗腦後的中共 完全生活在 蘇共黨盟化的話題體系中 被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甚至認蘇聯為中共的祖國 在蘇共出兵中國東北時 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到最後 中共能為馬列主義操控下的馬列子孫 說了這些中共的起家史 我們再回到最開始的問題 中共為什麼對國外敵對勢力這麼情有獨鍾 很顯然它本身就是靠這股勢力起來的 喝著國外敵對勢力的養奶 暴力顛覆了大陸的中華民國篡奪政權 這麼黑暗的歷史 它藏得再深都心虛 為了偽裝執政合法性 它滿世界甩鍋 一會兒說這個和國外敵對勢力勾結了 一會兒說那個又怎麼了 想以此襯托自己多麼的偽光正 我們看清歷史 就知道中共的做法 正應了中國的一則成語 賊喊捉賊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